读堂日记 好不容易来到了第三集 想不到我这个没有三分钟日读 希望我可以继续把整本书做完我的练习 今天是10月11号 好的 已经翻到来了 今天是星期五 意味着明天这两天不需要做工 那么他今天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 10月11号 谁说年纪大了的人眼睛里没有星星 我就被生活出来的眼冒惊心 蛤 谁说的不是说年纪大了 就有老花眼吗 怎么可能没有星星呢 再老一点喝醉酒了都会 都会了晕熏熏了吧 头上就会有好多的星星 耶 那么也对的 我们每一天都在被很多繁琐的事情 工作的时候也被很多很烦的同事 搞到我们眼睛里没有星星 但是我们却揣得像眼冒惊心 或者是有时候被生气的 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是重阳间呢 其实我也不了解 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呢 今天的启示是说 我年纪大了的人 眼睛没有星星 但是我被生活揣得眼冒惊心 这个星星是指什么 是晕倒了的星星吗 我就被生活揣得眼冒惊心 有点不明白啦 但是大致上应该是说 生活很多 繁杂事搞到我们非常的烦乱吧 应该是这样 Anyway 拜拜 10月11号 谢谢有你